对老年人来说看电视是能够预防老年痴呆呢 还是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呢 那这个问题其实跟玩麻将有一些类似 看其实是有好处的 但是要有选择的看 西瓜视频正在搞西瓜play 请求各位朋友们呢 可以到电视上去下载先时光APP 可以呢点击我的视频帮我投票 因为这个投票事情呢 所以我因此也想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说看电视到底跟老年痴呆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看电视呢 通常来说如果有目的的去看电视的话 一般认为这是一种能够让大脑思维活跃的一种方式 但是非常不提倡的一种看电视 就是盲目的看电视 就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很长很长时间的电视 因为这个时候他新闻不停的推送过来 实际上思维并没有动 所以呢这种是一种被动的接收信息 那具体什么叫做富有成效的看电视呢 你看电视前心里有个目的 比如说七点到七点半 我就是为了看新闻联播的 就打开电视专门看这个时间段的 或者说你本身对法治新闻比较感兴趣 所以专门去看了一期法治新闻的节目 看完了就把电视给关了 所以是这种看电视的行为是比较受到鼓励的 但是呢如果是漫无目的的盯着电视 然后电视放什么就看什么 那这种是不太鼓励的 而且呢有一些电视节目是会增加一个人老年痴呆的风险 或者说如果一个老年痴呆的患者看这一类的电视 有可能会增加他的病情 这类电视的比如说像一些暴力的戏剧啊 或者一些混乱的商业广告 还有一些升官都特别刺激的一些节目 有的时候中晚期患者他现实跟虚拟分的不是特别开 如果再放一些什么标车或者撞击啊 或者谋杀悬疑之类的 这些呢反而会增加他的不稳定的因素 会使得他情绪方面出现一些问题 这里呢推荐啊那些中晚期的老年痴呆患者 如果要看节目的话 一般要选择啊有以下三个大的原则 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这个节目总体来说 是偏轻松愉快型的 所以呢一定要避免那些有凶杀的 或者是那种悲情的苦情戏 然后第二类的电影呢就是 看他年轻手比较熟悉的东西 如果他之前是一个木匠 可以给他看一些手工类的一些节目 如果他之前可能是做农业工作的话 那可以给他看一些中央期台 比如说水稻种植啊之类的一些节目 可以勾起他过去工作生活的一些经历 那这些呢都是有帮助他减缓病情的 然后第三个大的原则呢 就是尽可能陪同他们一起看一些电视 而且是有目的的看电视 而不是让他们一个人坐在那看电视 好的总结一下这期节目 其实呢就是看电视 它本身啊是一件促进我们大脑激活的一个方式 让你坐在家中就去体验一些新鲜的事件 但是呢看的时候尽可能的要有目的性的看 尤其对于那些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 不建议坐在那里让他漫无目的的一看 看好几个小时 甚至睡过去了又醒过来 在那反复看着这些节目 而且不加以任何选择 那可能会增加他的一些恐惧的情绪 好的希望这期视频呢对各位朋友们有帮助 最后呢还请各位朋友们如果在家里啊 是用数字电视的话可以搜索 先时官 然后下载 那个先时官呢其实是头条的电视端 那在里面呢如果能够搜索到罗西西博士的话 给我投上宝贝的一票 好的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各位朋友们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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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